作词 李宗盛 在筋疲力戒指尖让我 享受光芒角 在我的路上 不再去怕夜闷荒凉 长起翅膀快要飞起来 我的青春不为耳朵 只想为梦想拼搏 无法停住奔跑 敲步谢谢你为我加油 我的梦想没那么沉重 只想让自己感动 我错过的已经陌路 就让他们在身后 为我加油 师傅 求求你 就算 就算为了我喝光芽 你就留下来嘛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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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我走了 师傅 你疼不疼吗 对了 在道馆 秀达 杨锐 平平盈盈 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还有初仁师兄 他非常照顾我 对了 还有若白师兄 也不知道若白师兄的比赛怎么样啊 还是自己把伤赶快养好吧 我们输掉比赛 大家就好像把氧气都输掉了一样 也太压抑了 大家怎么都怪怪的 今天不用训练吗 怎么大家都怪怪的呀 晓芸 你们在干吗 为什么不训练啊 挑战色太残酷了 我的心都被碎了一地 剪都剪不回来了 太残了 我以后再也不要去干挑战赛 我都是我心里阴隐了 别哭了 没有那么严重 出院师兄说了 只是一些小伤 多休息休息很快就能好了 才不是呢 有伤不治 让人有多心疼啊 没有 你看 就算是这样的伤好了 你心里都想钻眼中呢 我要是能够代替他就好了 嗨 嗨 嗨 我们也愿意 我们都怎么了 白总 输了 输了 是因为 是因为我输了吗 我没事的 平平你别哭了 不是 不是因为你 是因为是若白师兄 若白师兄 若白师兄 若白师兄也输了 可恶的方婷啊 我们三场都输了 若白师兄 你给了方婷啊 你输给了方婷 可是好歹你还听了提议计较 若白师兄 太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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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白 我从来没有看见 若白师兄那个样子 我的心都要碎呢 若白师兄 öl 那個 你手上的伤口 要不要处理一下 现在那什么字啊 你好歹说句话啊 从打完比赛回来到现在 你一句话都没说 这样很吓人的 不就是输入场比赛吗 怎么跟丢了魂一样 你不就中邪了吧 这雷塔不动的崴去你也不去了 你到底想要干吗 出去 出去 也不知道若白师兄怎么样了 自从比赛结束后再也没有看见他 我的若白师兄都不在 这晚训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呀 一封师兄 若白师兄呢 他怎么样了 从他喊比赛到现在 一句话也没说 这伤口也不愿意处理 为什么会这样啊 自从出院师兄退出远武道以后 我们再也没有赢过行为 若白他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自己肩上 整天埋头苦练 就是为打败那方婷汉 可是这方婷汉 他就是若白的命中克星 若白师兄不会放弃的 明天早上晨练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了 我都男生玩自逼 谁还有细思训练啊 不对 若白师兄会不会退出远武道 再也不练了 你别说 他要是做上牛角尖 还真有可能 疼 哎呀 哎呀 别给我换台啊 我去看这个电视剧 你说这样搞下去怎么得了啊 我今天在面馆啊 听他们那个那几个学员说 这若白啊都好几天没出现了 都没有人带他们去训练了 对了 他们还说要换道馆呢 要不要赶紧给馆长打个电话 让他们夫妻俩赶快从国外回来呢 能行吗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我亲自出马 带着孩子出去上课 却怎么样 你行吗你 这什么表情啊这是 什么叫行吗呀 想当年 我也是练员舞蹈的一块奇才 是吧 英子撒 风流蹄 我跟你说实话 我要不是跟你谈恋爱 世界冠军我都不知道得几个 那腰印得跟铁板似的 那筋也拉不开 那腿也伸不直 就你还奇才呢 英子 吓死我了 我吵死了 长得说怎么了 长得说了不起 长得说了不起 就可以欺负我们若白师兄 长得说了 就欺负我们松脑药棍 我吵死你 就是你 就是你 我吵死你 别吵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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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吵死你 就是你 把灯关上 把灯关上 若白师兄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出去 那个 我想说 若白师兄 你练习原舞蹈 难道就只是为了打败廷浩前辈吗 你为什么要因为输给他就这么难过 连宋白的训练都放弃了 你知道吗 宋白现在有多么艰难 连你都放弃了 你让大家怎么办 让若白怎么办 小时候 我爬在道馆的墙头 偷看学员们的训练 那时的若白道馆 是暗阳第一道馆 欲出原三个字 是若白道馆的光荣 学员们特别多 也特别热闹 嗯 这个 我听小云说过 那个时候 大家都以松柏为荣 只要是跟着初任师兄出去比赛 冠军肯定只属于松柏 可是 自从初院退出 挺好就像横空初始的天才 大家逐渐忘了初院 只记得光芒万丈的庭号 松柏一落千丈 我想做些事情晚会 那天是玉夫人过生日 我想用一碗生日面 让幸福快乐的一家人 重新聚在一起 那一天 我等了很久 很久 那一天我一个人 看着四晚生日面渐渐变凉 我告诉自己 这个家 这个道馆 不要撑起来 只要打败挺好 就能让松柏道馆重挣威风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却没有做到 苦练两年 我原本以为自己进步 直到这一场比赛我才发现 我和庭浩之间 察觉太大 不会的 就算 我苦苦练习地观察起事 在庭仪前辈面前不堪一击 就算我们是乌龟 可是在童话故事里 乌龟始终还是战胜了兔子 不是吗 只要我们还在跑 只要我们始终不停下来 谁又能知道 前方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说不定 某天突然就物种变异 我们就变成忍者神龟了呢 冤舞倒是属于天才的运动 平常人在练 也不过是高手的陪陈 兔子还是兔子 乌龟 终究还是乌龟 我不相信 我的大法很笨 我不是天才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坚持练习 终有一天 我就可以打败庭仪前辈 如果有一天 像我这么笨的人 都可以打败庭仪前辈 而你却已经退出了 那个时候 你 不会后悔吗 加油吧 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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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啊 不会吧 你那么一大早过来 就是为了训练啊 若白师兄都不在 还训练什么呀 就是啊 我有一个想法 秀达 小云 杨锐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开始训练吧 这样若白师兄看到我们这么努力 这么有精神 也许他就心软了 会继续回来教我们了呢 会吧 不会吧 就是不会吧 不试试怎么知道 那如果这样我倒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什么想法 若白师兄 若白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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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吧 不止我需要你 整个松白在需要你啊 师兄 我先去练功了 你好 想我吧 太极八丈 准备 准备 开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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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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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们还在跑 只要我们始终不停下来 谁又能知道 前方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跑死了 在治理训练像什么样子 回训练馆 大神雄大友们回到我了 我太棒了 学到法医买个花架 买去 快走啊 你还不去 是 牛舌宁教练 牛舌宁教练 主管的暗阳青少年园舞蹈培训基地 已经宣布就备受各方注目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 前期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接下来 会请罗密魂的开始招生工作 场馆内设施先进 就连训练用具 都采用了最先进的电子仪器 培训基地第一期投资 在千万以上 全部有本事 我告诉你啊 道馆挑战赛 那是年年有 但是 沈宁教练的基地去训练 可不是年年都有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出 这次机会 明白吗 明白 官长 我让你送的红包 都收了吗 我刚送到门口 就被赶出来了 你看 还没砸了这么难一个包 行行行行 没关系啊 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既然不能以钱动人 那我们就以情动人 那也是以情动人 问得好 我们的办法就是 一哭 二求 三下跪 一哭 二求 三下跪 我告诉你们啊 刘备就是靠哭 哭出三分天下的 知道吗 歪曲历史 教坏小朋友 好像不是这样的吧 官长 你给我闭嘴 大家记住了啊 在沈宁教练面前 我们要哭得惊天地 替鬼神 要让他感觉到我们的诚意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记住了吧 哭啊 大声哭 大声哭 人真点哭都哭 你哭 这个 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入选名单 沈宁教练正在详细的征选中 名单将于本周周末 您看我看你透明一下名单吧 您看我透明一下名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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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次的名单 我们还是在保密的阶段 但是我很有信心可以告诉大家 这次的名单 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所有的人手 不错 看见没有 我觉得那名单里肯定有意 谢谢大家的关心 你可是这次到管挑战赛 最大的黑马哎 连林凤前辈都被你打败了 虽然冠军又是个邪武拿走了 没错 但是只要我们松柏三英 能够进入培训基地 那未来的前途是不可限量 如果沈教练 真的像传说中说得那么厉害 我相信 他一定会用心斟酌每一位选手 我对若白师兄和一封师兄有信心 那你自己呢 我真的有机会吗 那当然啦 百分之一万的好不好 只要你们三个神功大成 那我们松柏招生就有希望 有王牌了 到时候我一定要帮我们松柏到 我金云城暗阳第一 他不需要俩 他不需要俩 以前的传说 之后 他以前的是不是谁 徐晓达 孟Ф细 孟Ф细 停号 姐 给你带了个书 没事看看 或许能赠音不支 方大少爷 敢在这个时候来找我 是想知道名单的事吧 我事先声明 我绝对不会考虑 任何人给我的建议 果然 什么事都瞒不过您 我知道 您一向公正公平不走后门 但是作为资方 提前一天看名单 应该不过分吧 如果你是想知道 贤武的情况 我可以告诉你 贤武是所有道馆中 录取人数最多的 你以为我想看贤武的吗 我要看的是送吧 妈 我们今天拿了 道馆挑战赛的冠军 很快 于初元就会跟我比了 这个次我一定会打败她 这么多年的心愿 总该有个了结了 这都几点了 这是什么情况啊 不会没有我们倒管什么事吧 呸 闭上你的乌鸦嘴 就是就是 小袋消息都说了 若白神肯定入学 咱们现在就要淡定淡定 能做的就一个字 继续等 方婷昊 方婷昊 他来干什么呀 白草 白草 你怎么在这儿啊 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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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啊 白草 搞了半天 他是来找初元师兄的 我为他来找白草 挺好 很多年前我就说过 我一定会打败你 你还记得吧 我已经退出元武道界了 我会再和任何人比 况且 我获得过的冠军 你也都拿到过 注意证明一切了 还是忘掉这些吧 没有意义 你想忘记 我可忘不了 从小到大我都活在你的阴影当中 你是少年天才 我可忘不了 从小到大我都活在你的阴影当中 你是小李云月 所有人都说 你将会成为下一个元武道总师 无人能及 我拿到的所有冠军 都在你推出比赛之后 这样的冠军拿着有什么意义 我要你正式和我一仗 我要让我的妈妈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欲出元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好 以前每次我找你 你都会拒绝 但这次不一样 你应该知道 沈宁教练的培训基地的事吧 全暗阳的人 都渴望进入这份候选名单 相信松柏也不例外 幸运的是 松柏确实有人入选 但能不能进入名单 还得看我点不得他 沈教练订入名单 以他的风格 应该不会因为其他人 而要算改变吧 现实电报 培训基地全是由我方氏集团赞助的 你说他听不听 他就用培训基地要写 就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私人恩怨 你要拿别人的钱赌开玩笑 你不是这种人 那个阳浮训基地尽 他明天上午九点 到我们的到晚 我等你 如果你愿意出色 我就会保留他们的名字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别挑战我的耐心 太过分了 他怎么可以这样啊 就是吗 欺负人嘛 等等 赵白师兄 不用这么大费周章 他已经退出连五道了 这件事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况且 如果这个培训基地 因为你一个人的关系 就能随意更改运他 这种地方 我们松板的弟子不去也罢了 不要啊 若白师兄 不要 这可是沈宁教练设立的培训基地 这被沈教练调教过的人 十个有八个都是全国冠军 甚至还是世界冠军呢 初夏师兄 你还是说句话吧 咱们别白白浪费这次机会啊 这件事我做主意 谁也不许多说 我重新的 你还挺维护他的嘛 初言 你对松百莫不关心 说放下就放下 可他们对你还情深意重 沈宁教练的入选名单 你要不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就看你自己了 总之 明天早上九点 老地方 我们决一高下 太过分了他 要不是初原师兄 离开了远古道 哪能轮着他当冠军 初原师兄 你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看以后谁敢欺负咱们松柏 又是吗 好好教训一下他方向 让他眼睛中断他所谓的 我说过的话 你们当耳旁风是不是 欲初原和远古道 已经没有关系了 方廷浩再来挑衅 也轮不到他出生 可是若白师兄 这个培训基地是多好的机会啊 你一定已经入选名单了 千万不能放弃 要是初原师兄可 初原师兄拜托你了 拜托了初原师兄 你们都给我回去训练 从今以后 培训基地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若白师兄 費工 真的 人家 做困难 你弄得当混乱 那就拍摊 你们 你们别这样 sprouts 你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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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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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珠元 明珠元 你外公说 你比我厉害 我妈妈也说你比我厉害 大家都说你比我厉害 我不相信 今天就让我们来比一比 不再闪躲 跳动着的心 就算你这光也清晰 那个远方 什么模样 营绕着发烫的梦想 就奋不顾身 撑起手掌 勾不到又怎样 那个远方 叫做流浪 到不了也念念不忘 我 让你的翅膀 变成行囊 背着我 再有梦的一方 来了 她从小就想跟你比个高下 后来因为妈妈受伤 所以这个念头才越来越强烈 可是 不管怎么说 她拿沈宁教练入选名单 这件事情来威胁你 真的是太过分了 也不能全怪她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她虽然外表要看着张扬 但内心却很善良 或许是因为她和她母亲 感情太深了 那次意外之后 才会变得有些偏激 你 初原师兄 你明明都已经退出了 她这样逼你 你还一直替她说好话 白曹 为什么你从来没有问过我 退出的原因 因为这是你的决定 我相信一定有你的原因 所以没有必要问 就像我师父一样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都选择百分百地相信她 所以 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说 我都听你到底 白曹 你真傻 对了初原师兄 那你明天 真的会去和廷浩前辈交手吗 这次比试 我不会逃避 但我也不会对廷浩出手 等她觉得挑战没有意义的时候 自然就会放弃了 难道 你不打算还手 就任凭廷浩前辈打你出气吗 只要 能让她解开心结 有什么道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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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这一天你能够重新穿上它 小草 初院师兄为我做了那么多 你说我是不是也应该为他做些什么 我一定要做的 我应该做的 你应该做的 我希望你能够重新穿 我希望你能够重新穿新穿 我应该把这些玩具 我自己玩过去 我把这些玩具都好 我去和你那一天 我给你打开 我就是想帮你打开 我还有孩子 我以前有孩子 你还是想帮我 我知道 我的孩子 你要怎么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让你来关站的 你搞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干什么 这你就不懂了 师兄 像打败初源 这么有历史意义的辉煌事件 我当然要载入史册了 你看 我录像设备都给你准备好了 怎么样 小 李初源 你终于来了 明天早上九点老地方 我们决议告下 初源 他会去吗 大师兄 若白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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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新闻 我听到这个消息 恨不得做火箭过来 那个 有话快说 方廷号的约战 初源师兄已经去了 我就说嘛 怎么会有人提前约我半个小时到 原来是你啊 我待会还要训练 所以只能提前 别浪费时间了 快点开始吧 你开什么玩笑 你要我跟你比啊 我唯一要比的人叫裕初源 可我要找的人是你 方廷号 你可以瞒不讲理的 向初源师兄挑战 我同样也有权利挑战你 如果我赢了 听你以后不要再纠缠初源师兄 是梦吧 是你吧 那双青春炙热的眼睛 不再闪躲 飘动着的心 就算逆着光也清晰 哪个远方 什么模样 引导着发烫的梦想 就奔不顾身 乘起手掌 勾不到又怎样 哪个远方 叫做流浪 到不了也念念不忘 让你的翅膀 变成行囊 陪着我 在有梦的地方 哪个远方 哪个远方 什么模样 隐绕着发烫的梦想 就奔不顾身 乘起手掌 勾不到又怎样 哪个远方 哪个远方 叫做流浪 到不了也念念不忘 让你的翅膀 变成行囊 陪着我 陪着我 在有梦的地方 陪着我 在有梦的地方 陪着我 你在干净 留下 这日子 整理选择 探索 有没有 在你 会